再回到文章中 但是这个Jane一看就哭了 老公对不起你 好几千英镑 人币好几万块钱 这下哎呀 重响的 但这个 这个John约翰 老公确实在外面打拼的人 别哭别哭 没关系啊 老公吃过酱果 没关系 我有责 你不知道吗 你不知道有这么一个组织吗 就提到残潮建别组的功能了 你跟后面说 John went to see his bank manager who sent the remains of the wallet and the money to the special department of the bank of England in Newcastle the mutilated ladies 约翰跑去找他的银行经理 而这个经理呢 就拿着这个钱 还有钱包这个残骸 remains 咱们第三个建筑 就残留物 到了英格兰银行 在纽卡斯尔的一个 专门的这么一个部门 就是残潮建别组 引出他的功能了 好 当然大家注意 这里边是定义从据 约翰跑去找他的银行经理 注意后面定义从据 who sent the remain of the wallet and money to the special department of the bank of England 我们不能当定义从据来翻译 为什么呢 你看这这么来翻译 就都不像话了 能不能这么翻译 约翰跑去找那个 后来把约翰给了他的钱 又送到了英格兰 在纽卡斯尔的专门部门的 残潮建别组的组织的 这位银行经理 这不像话啊 这个 看起来后面的定义从据 发挥的其实不是定义的功能 在本文中 其实发挥的是一个并列据的功能 它相当于这么一句话 约翰跑去去找他的银行经理 逗号 而这个经理呢 又把这个钱包和钱的残骸送到了 纽卡斯尔专门部门 残潮鉴别组 是这么一个含义 根本不是定义 所以大家记住 英语的语法权威 伊斯普森教授才明确指出 定义从据 attributive clause 这个从据是挂羊头 卖狗肉 大家知道英语中有三大从据 哪三大从据 定义从据 壮语从据 还有名词性从据 咱们第一课就讲过 名词性从据里的一种 名词从据又包括 主语从据 宾语从据 表语从据 同位从据 咱们第一课讲过 名词从据里的同位从据 我们说壮语从据和名词性从据 可以说名副其实 壮语从据发挥一个 副词功能 那名词从据发挥名词功能 对吧 因为主语 宾语 表语和同位语 都可有名词充当 但是定义从据 却未必发挥一个形容词 未必是定义功能 所以 Yaspence 指出 定义从据该改名了 他建议把定义从据改名叫什么呢 叫接续性分据 continuative clause 为什么 因为定义从据发挥的 不一定是定义功能 它有的时候相当于一个并列据 甚至有的时候 相当于一个壮语从据 那么为什么大家都喜欢用定义从据这个外壳呢 因为定义从据它简洁 写起句子来非常简洁 你看这个关系代词 关系副词 一方面引导这个定义从据 二来关系代词 关系副词 在定义从据里面是充当成分的吧 所以它简洁 你看我们看一些例子 本文中的句子其实相当于这么一句话 相当于这个并列句 John went to see his bank manager and the manager sent the remains of the wallet and the money to the special department of the bank of England in Newcastle the mutual ladies 约翰跑去找他的银行经理 而这个经理呢 在把这个东西送到这个地方 相当于这个并列句 这并列句一看起来就特别舒服了 但是你发现了吗 这个并列句特别啰嗦 为什么呢 你前面刚刚出现了这个银行经理 下面还都是并且这位经理 你看你用he都不行 用代词he都不行 为什么呢 约翰是男的 这经理也是男的 你后面用这个he都不知道是约翰是这个经理 只好再重复一遍 and the manager 但是我们把它并在一块就好了吧 为什么 因为这个上一句话末尾 这个银行经理 刚好是下一句话的主语嘛 我们干脆用一个关系代词who来代替就好了 所以大家看到 用定语从句来代替其他句子 它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呢 就是它上面这半句的末尾 这个名词或者名词短语 必须是下面半句中的一个成分 否则的话你没法用定语从句 在这儿呢 上一句话末尾的经理 下一句话的主语也是经理 用who连接就好了 咱们看一个例子 看这句话非常啰嗦 he violently beat the boy and the boy later died from his injuries 他非常暴力的打了这个男孩 beat 一般过的时还是beat beat beat beaten 后来这个男孩呢 因为外伤死掉了 非常残忍 把男孩打死了 你看这个句子特别的别角 特别费劲 你看他暴力的打了这个男孩 and the boy 刚出现的 and the boy 再说一遍 这句子啰嗦了 有的人干脆用代词嘛 and he later died from injuries 但是你用he都不行 为什么 只好说the boy 为什么 因为他打这个男孩 他是男的 这男孩也是 他也是男的 你要用he的话 都不知道是谁死了 他打男孩 怎么可能是他死 那背不住啊 他打着男孩 你倒霉还 你看我打 你看我打 用力这么一撑 肾破裂 他死了 这有可能 那我都不知道是谁死了 只好用the boy 还得重复一遍 那么咱们都知道 这句子可以怎么改了 用who就好了 he violently beat the boy who later died from his injuries 他暴力地打了这个男孩 后来这个男孩呢 因为外伤死掉了 我问大家 这个能不能当定语来翻译 能不能这么翻译 他非常粗暴地打了那个 后来被他打死了的 那样一个男孩 这都不成一个句子了 所以不可能是定语 这个定语从具 发挥的也是并列区的功能 并列区功能 咱们举一反三 多看几个例子 下面这句话 出现在咱们新概念四册的第一课 Finding Fossil Man 里边也出现这么类似的情况 你看这句话 它是定语从具 但相当于什么从具 他说说 We can read of things that happened 5000 years ago in the near east where people first learned to write 他说我们至今 依然能够读到 5000年前 在禁动地区发生的情况 因为那里人们最早学会了写字 你注意到了吗 这句话中藏着很多秘密 read up是读到 我们可以读到这个事情 什么事情呢 加定语从具 5000年前在禁东地区发生的情况 本来这个语序就不符合正常语序 英语中的语序是事件 地点 时间 应该先说地点 后说时间 你比如说 我昨天在教室里看见她了 I saw her in the classroom yesterday I saw her是事件 in the classroom 地点 yesterday是时间 放在最后 为什么先做时间状语后 说这个地点状语呢 因为时间状语短 地点状语后面挂了一个定语从具 构成地点状语太长了 为了据实平衡 改变了正常语序 这是第一个秘密 另外一个 就是地点状语后面 这个非性能性定语从具 为而引导的 在这里发挥的 其实并不是一个定语从具功能 发挥什么呢 我们刚才翻译好了 因为那里的人们最早就有写字 它发挥的是原因状语从具 我们看看 为什么它不用原因状语从具 本来正常语就是 We can read the things that happened 5000 years ago in the near east because people first learn to ride there 我们为什么能读到5000年前 在近东地区的情况呢 因为那里的人们最早学会了写字 这个句子就特别通顺了 但是你发现了吗 它上半句的末尾出现了这个 in the near east 在近东地区 这个借语短语 就是我们下面这个原因状语从具里面的 地点状语 There 是不是又出现了 上一句话末尾这个情况是 现后半句里面的一个语法成分 这是怎么办呢 用一个关系副词 where就好了 就不用加because和there两个词了 两个词变成一个where就好了 这依然是个精彩的好的句子 非常非常简洁 所以大家看到 定语从具 未必是定语吧 有的时候是变语剧 有的时候甚至是壮语从具 咱们做几个练习 来看几个例子 看看这个句子 Don't sit on a chair because it has a broken leg 别坐在那个椅子上 为什么呢 因为它有一个腿 它这个腿断了 腿舌了 壮语从具 主语是it 但是这个it就是上半句末尾的 the chair 怎么办呢 换成which了 Don't sit on a chair which has a broken leg 别坐那个椅子 因为它有个腿舌了 依然是原因装语 咱们再看几个例子 比如说这句话 I have to be very careful not to offend the manager because he could give me the sack at any time 我必须得非常小心 不要去招惹我们的经理 为什么呢 因为他随时可能把我给炒鱿鱼 有个习语叫 give somebody the sack 表示把某人炒鱿鱼 解雇的意思 这个sack 表示大口袋 给某人一个大口袋 就是你卷铺个点走人吧 我必须得特别小心 不要惹经理 他随时可能把我炒掉 大家注意前半句末尾的 the manager 就是这个原因状语从的主语 he 那还用这么写吗 不用了 because he 并成一个字 who就好了 那还得翻译成 我必须得特别小心 不要惹那位经理 因为他随时可能把我解雇 这个句子对 好 我们再看一个 让步状语从句 你看这句话怎么说 history books never mention those people although they really helped civilization forward 历史书上从来没有提过那些人 尽管他们确实帮助文明在前进 但史书没有他们的名字 很可惜的情况 但你注意到了吗 尽管它是个让步状语从句 但又出现这个情况 哪个情况 上半句末尾出现的 those people 就是让步状语从句里的 一个语法成分 就是主语they 那怎么办呢 大家都知道了 把这个although和they 并在一块用个who就好了 history books never mention those people who really helped civilization forward 所以大家注意 以后看到定语从句 我们知道 可不见得是定语的功能 究竟是什么意思 得通过上下文做一个判断 才问多 咱们要知道 脑子里绷着这根弦 定语从句 有可能是病的句 甚至可能是各种的壮语从句 它写成定语从句 因为它简洁 注意条件 前半句末尾的东西 必须是后半句中的一个语法成分 才能写成定语从句 咱们未来在三次后面 还有大量的这种例子 好 再回到文章中 这个约翰跑去看了他的银行经理 这银行经理又把这个钱和钱包的remains 咱们说了残留物 送到了一个special department of the bank of England in Newcastle 英国银行的纽卡斯尔的一个专门的部门 咱们知道这个形容词special有两个意思 既可以表示特殊的特别的与众不同的 也可以表示专门的或专用的 在本文中这个语境下翻译成专门的好一些吧 专门处理这个事的部门 一个专门的部门 注意special是多意思 再次是这个意思 那么这部门是什么呢 冒号后面引出这个部门的同位于 The Mutilated Ladies 残超鉴别组 我们知道把这个Mutilated残超鉴别组 放在整个这个句子的锯末 又突出了锯末的中心 因为它重点突出就是组织嘛 我们知道一个句子 锯首和锯尾是两个关键的位置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锯首锯尾 如果非要分个针章的话 哪个更重要 锯首和锯尾哪个更重要呢 锯尾比锯首甚至要更加重要一点 因为锯首先入为主是重要 但锯末呢 只最后看完那个词 就是最后锯末那个字 它印象最深刻 所以锯末甚至比锯首要更加重要一些 万事万物是同一个道理 中文也一样 你看我说这句话 你看锯首锯尾哪个重要 深蓝的夜空中 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 还有一轮金黄的圆月挂在深蓝的夜空之中 我问你哪一句话更突出这个金黄的圆月 显示第一句话 深蓝的夜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 挂着什么 金黄的圆月呀 所以你看把这个残钞戒 每组放到句末 进一步突出这个地方的重要性 万物都是一个道理 比如说一个女孩子 这个谈男朋友 或者一个男孩交女朋友 甭管一生中有多少个 但是最重要的往往是第一个和最后那个 比如我李老师 比方说咱举例子 我交女朋友交了一千个 那么最重要的是哪个 第一个是第一个 一个是最后一个 第一个初恋情人 一辈子忘不了 最后那个更重要 最后那个是我老婆 当然老婆最重要 最后一个 往比第一个还要重要 这句子 我们一看好句子 好句子 然后呢 这个组织怎么样 The examined remains And John got all his money back 他们examine 就仔细地检查了 他们仔细地检查了这些残骸 并且约翰呢 把他所有的钱都got back 就拿回去了 都拿回去了 这回高高兴兴 他英格兰人不用绝望 为什么不用绝望 在这解释情文 举了一个具体例证 来说明这个组织 确实有很好的 这么一个作用 这么一个功能 后面呢 一个这个银行的发言人 还说了 So long as there is something to identify We'll give people their money back Said a spokeswoman for the bank 这个银行的一位女发言人说 只要有东西可以供鉴别 我们就会把钱还给人们的 这个只要引导条件状欲从句 是一个阅读中五星级的一个表达 特别容易翻译错 So long as 有的时候也可以写成 as long as 没有区别都可以 这个不能翻译成像什么 什么一样长 如果像什么一样长 后面加一个名词 或名词端语就好了 如果后面加了一个从句 我们一般把它翻译成 只要一个条件状欲从句 第一个词用s用so都行 注意不一定是像什么一样长 只要 表示只要有三个常见的表达 都可以当连词 都引导条件状欲从句 第二个是 provided that 或者把provided 换成providing that providing 不如provided更常见 也是发现只要某个条件成立 那么这两个词单独可以当连词来用 所以它不见得必须加that 没有that的话 provided providing也可以当连词 注意 在这不是非为动词了 而是连词 conjunction 直接将连词引导这个条件状欲从句 还有一个固定表达 oncondition也可以表示 只要某个条件成立 只要怎么样 注意 condition前面是零贯词 就不加贯词 表面来看似乎是借词加名词 再加同位于从句 that不是做condition同位于吗 但干脆把它当作复合连词 直接翻译成只要 引导条件状欲从句 就更好记一些 同样后面那边有也行 没有也行 可以把它去掉 好 咱们下面看一些例子 咱们先看这句话 you'll be quite safe as long as you follow my instructions 可以看到 as long as so long as 它位置也灵活 放在主句前 主句后都行 只要你按照我的指令去做的话 你会相当安全的 没有事 你不听话 那就麻烦了 只要你按照我的指令去做 你会相当安全的 对吧 再看这句话 he can come with us provided that he pays for his own meals 他可以跟我们一块去 只要怎么样 只要他自己掏饭钱 我凭什么给他掏钱呢 只要他自己掏饭钱 他就可以跟我们一块去 provided that 这个that可以去掉 也可以换成providing that 也可以去掉这个that 都行 provided更加常见一些 只要怎么样 好 都不错 我们下面再看个这个 unconditioned这个结构 I'll lend you the money unconditioned that you paid back within three weeks 我说呢 我会借给你这个钱 但有条件 什么条件呢 只要呢 你保证在三个礼拜之内 把这钱还给我 我就可以把钱借给你 只要unconditioned that 后面的连次弹是可以去掉的 这是只要什么什么 这三个可以同时记住 在写作中表达更丰富 更能够避免用词的重复 容易冲高分 但是注意这是只要 还有一个比它限制更窄的一个条件 叫只有什么什么才怎么样 只有怎么样才会怎么样 注意这个表达容易错了 叫做only if 只有这个条件成立才怎么样 它别只要更窄一些的 咱们看例子 she will go only if he goes 只有他去 这个女孩才去 如果这男的不去 他就不去 只有他去 这单立人这个他 然后这女孩才去 对吧 可以这么来说 这句子是正确的 但是注意这个句子 有个讨厌的地方 就是only if 这个如果放在句首 后面会出现个变化 什么变化呢 咱们看一看 only if he goes will she go 大家发现什么了 主句中出现道庄了 为什么出现道庄 大家还记得 李老师在第五课中 就是咱们当时就讲过 不分道庄 其中有一个情况 还记得吗 only加状语 位于聚首 后面要用不分道庄 就是注动词 必动词 细动词 放在主语前面去 情态动词 放在前面去 only放在句首了吧 后面的状语就是 if he goes if he goes 不是条件状语从句吗 依然是only加状语 放在句首 注意后面 部分道庄 will注动词前提 only if he goes will she go 咱们这么解决 only if从句放在句首 后面主句 别忘记 用道庄语序 因为only放在句首 产生了这个道庄 所以大家看到 英语确实比较麻烦 它细节太多了 并不像中文中 麻毛糊糊 怎么说都行 所以老外学中文的也头疼 咱们举过那例子 老公问老婆说 你喂猪了吗 能听懂 猪你喂了吗 能听懂 猪喂了吗你 能听懂 你喂了吗 猪 这也能听懂 你看这中文麻麻糊 英语不行 英语特别讨厌 细节特别多 所以裴根 就是才说 写作使人精确 Writing makes an exact man 确实大家注意 学英语得跟绣花一样精确 太精确了 精确到变态这么程度 这个后面说了 这个我们就会把钱还给人们的 sad spokeswoman for the bank 在银行工作的一位女发言人说 当然这个某人说的话 有一部分在前面 后面这个某人说 回答 或者某人问等等 就可以用这个盗装了 是把整个的这个位语动词 sad放到主语前面去 当然这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呢 这个主语不能是代词 你像sad he 他说就不行 我们只能说he said 但主语是名词的话 可以用这个盗装 当然这个盗装不是必须的 不盗装也行 然后后面那个for的 man这是复习 为什么呢 我们以前说过 在某个机构工作 在公司的名字前面加for 职位前面一般加什么呢 加s 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复习下 在26页的第6行到第8行 26页的第6行到第8行 逐渐这么句 this can give rise to curious situations as it is in the case of effort blocks who work as a dustman for the elsewhere corporation 这会导致一些奇特的情况 正如在Erasman公司工作的垃圾工 阿尔夫的布洛克斯身上发生的情况那样 支配钱加s 公司钱加for 本分钟依然是这个知识的复习 好 然后后面说 last year we paid 1.5 million on million dollars on 21,000 claims 仅仅去年一年 我们针对21,000中索赔要求 支付了150万银吧 1.5个百万 这m stands for million 代替百万那个词 就150万银吧 那on呢 后面介绍on是有关于的意思 关于21,000中 claim依然是索赔要求 这个女发言人说 注意 某人说 如果不想突出这个人 想突出他说话内容 还是用咱们以前的方法 把这个人说 这个人回答 这个人问 放到了他说话内容中间 说话内容匹成两半 一边放前面 一边放后面 不就是把某人说买到中间了吗 几道突出 他说话内容 这个重要 这个女发言人本身不重要 她叫什么名字都没有介绍 她说的话重要 所以把这个女发言人说 放到中间 画的内容匹成两半 一边放前 一边放后 咱们看类似的一些文章 咱们看第二课里边 18页的第11行到第12行 18页的第11行到第12行 I'm trying to repair the bell answered Bill I'll be coming up here night of the night for weeks now You see I was hoping to give you a surprise 你看我那试图修日中呢 别人回答说 我每天晚上都来 好几个礼拜了 你看我想给你个惊喜的 别人回答说 放到中间 突出说话内容 在我下看 18页的第13行到第14行 牧师说 你看还是放到中间 You certainly did give me surprise said Vicar You probably broken up everyone at a bit as well Still I'm glad the bell is working again 牧师说 你确实吓了我一跳 你可能把村里每个人 也给吵醒了 但是我还是很高兴 这大众能再次工作了 牧师说 依然有一半的内容在前 后面可以用倒桩 因为这牧师不是带死 可以用倒桩 但依然把他说放在中间 说话内容 匹成两半 放在前和后 突出内容 而淡化了 某人说 某人回答 这么一个重点突出 主次分明 好了 这个文章已经完全结束了 本文中是一个精彩的 一个解释说明类型的文章 是说明英国银行的这么一个组织 但是这么一篇说明类型文章 作者写得却非常的生动 非常传神 充满了趣味性 让人欲罢不能 非得看完才行 所以最后咱们看一看 如何来学习作者的写法 能够写出优秀的解释说明类型文章 叫做Exposition 这种类型的文章 你看本文中这个特征都具备 第一个 语言生动活泼 充满了趣味性 解释说明类型文章 写成了教科书一样的 可能大家看了看了就困了 就烦了 不想读下去了 语言得生动 像本文中说 这个事发生过你身上吗 什么狗狗喜欢嚼钱呢 想象一下他们的AOA的情况吧 这个 很活泼 用词准确清晰 避免莫棱两可 要把这东西说清楚 用词很清晰 他们来处理人们的索赔要求 人们把钱毁掉之后 英格兰银行会 怎么怎么样 它没有出现 莫棱两可的词汇 描述的特别清晰 同时抽象说明 与具体例证相结合 就是我们说 这个部门有什么功能 我们具体举个例子 你像这个Jane 这个未婚夫约翰 经历事之后 这部门怎么把他解决的 整个让读者便于他加深理解 因为抽象的概念 大家不好感知 具体例证 大家感兴趣 而且好理解 文章写得好 具体的这两段 你看它分别是怎么来描述的 第一段 我们看看本文大师这个脉络 第一段 先用三个摄文句引起读者的兴趣 并引入这个主题 就是残抄鉴别组 你出这个事之后 英国人不用绝望 为什么有这个组织 确切说明作用是 处理来自于人们的索赔要求 什么人呢 就是把钱毁掉的这个人 语言充满趣味性 就是看起来狗狗的喜欢把钱给嚼烂 说的很有趣 第二段 给出个具体例证 描述清晰 语言风趣 句式多变 就想象一下被烹饪色香味 俱佳的一个钱包 还有AOA的这个表情 整个文章写得非常非常漂亮 句式结构也丰富多彩 浮于变化 我们在考试中 写作中 如果能写出这么精彩的作文来 何愁不拿到满分呢 不给满分的老师 那就不称职的约俊老师 但是我们必须得仔细复习 真正把文章的精华脉络 完全吸收到我们的大脑里面来 怎么做到这点 就一步一步复习 怎么复习 李老师在三册的前一部分说了 我们的单词怎么复习 课文怎么复习 仔细地落实 才不枉李老师讲课文这么一场 好 这个精彩的第七课 残超介面组 我们跟李老师就学到这里 谢谢同学们